领头的人叫张启泽 是这个厂子的老板 他带着众人一边介绍 一边向着厂房伸出走去 如果他说话的时候 能够再自然一点 表情再放松一点 或许还真的能够骗过这些人 可现在却是不能了 跟我们合作的好处有很多 看看这些机器 那都是刚进来的 出货率也非常高 说到这里 张启泽脸上更是多出一抹得意 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 他是在骄傲自己的产品 或者是厂房呢 林凡打断他 我知道跟你们合作的好处很多 这其中的一点就是 不用担心被你们绑架 自己身边的亲人 原本还算融洽地协商 在林凡这句话说完之后 所有人都愣住了 张细泽也开嘴哈哈大笑 啊 啊 这个小兄弟 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是不是经常拍这种土微笑话的短视频呢 可惜我这五十多岁的人了 玩不来 刘故事也愣了一下 这本来是和林凡商量好的摔杯为好 现在对方居然打个哈哈就准备过去了 林凡也不着急 他扫了这几人一眼 冷冷一笑 张喜泽 原名张梦超 黑盟商会里专门负责江南八省的纺织也 前几年你的生意做的确实不小 可是随着黑盟分店的覆灭 你更是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了 我还以为你去了东南九省呢 说到这里 林凡的脸上多了一抹戏谑 原本这种表情是很少会出现在他的脸上的 可是每次戴上人皮面具之后 整个人就变得有些张狂了 这或许就是人的本性啊 林凡已经算是克制的了 小兄弟 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我看你们今天来也不是来谈生意的呀 那既然这样 张梦超一边说着话 一边给手下识眼色 其中几个人已经暗自戒备了 不料 这话说了一半又被林凡打断了 别跟我废话 这次老子是在了 但是我还没有傻得那么严重 让我想想啊 这次我能见到哪个人呢 会不会是东南某个省的分店店主 或者是某位长老啊 张梦超还想继续辩解 可被身后的人打断了 只见从厂房深处走过来一群人 这些人领头的几个全部戴着面具 他们缓缓地向着林凡众人走来 这种压迫感也慢慢地压了过来 张梦超 你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我说了什么洽谈毒酒这种事情根本就行不通嘛 林总要真是这么简单的人 那才是对他的侮辱呢 领头的人说完之后 对着林凡报了报权 黑蒙东南九省香河省分店店主 叶依然 听到他自报家门 林凡愣在当场 叶依然这个名字 他当然知道 当年他到香河省的时候 这个店主刚刚带着人离开 这一千一后 直接白送了林凡一个香河省啊 哈 原来是香河省的叶店主啊 咱们两个可算是失之交臂啊 要是您再晚一点走 说不定我们还能够坐下来喝一杯呢 林凡似笑非笑地看着面前这个面具人 后者眉头微微一跳 现在也不晚 之前留在香河的谭总 不是已经被我们请过来了吗 要是林总能够赏脸一起的话 那这酒局可就热闹了 两人是话里有话呀 看似轻描淡写的话里 却多了一丝冰冷 我这个人呢 自由惯了 如果您觉得 你有本事请得动我呢 那也不妨试试 林凡说着 信手拉过来一把椅子 就这么面对着众人 坐了下去 叶依然的眉头一跳 他拿下了面具 后面有一个人把椅子已经摆好了 他的面具刚刚拿下 身后众人的面具也是一一地卸下来 见此情景 林凡脸上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看来我们的夜店主 还是很有信心的嘛 林凡冷笑着看着后者 黑蒙的人一向把自己的脸 隐藏在面具之下 而这次直接卸下面具 无非只有两种解释 第一 林凡是走不了了 他们很有自信留下这些人 这第二呢 那就是收编中人 启用